我上次跟同學講過說 我們這項 這本課我後面也會希望說 skip掉一些 subject 往後面 有一些東西往後面講 當然我前面的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像 translation 那個後面因為要講 所以前面也必須要講 那這邊 linear programming 這個我覺得要略或許可野的問題 因為講這招兩個比較重要的東西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當然是 linear programming 本身這個問題 線性規劃在很多的這個研究裡面都會用到 有分過一個 operational research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direction 那當然 computer science 裡面其實很多領域都可以把他的問題 轉換成線性規劃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覺得這邊可能這個本身這個問題 本身就有它的不嚴重的東西 那第二點就是說這一個 chapter 為什麼我希望能夠去講這個 chapter 主要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說那個 我還沒有開那個課 就另外一個原因為什麼要講這個chelter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說 我們上一...就是我們在上這項課的時候 我開始有跟同學講說 有幾個比較常見的演算法的設計的技巧 我們會在這邊就是會學到一些新的 就是特別在計算節目常常會看到的 一個是incremental algorithm 對不對 就是說中文知道怎麼講 就是你現在做到這一部分 然後你再往後面繼續把那個問題一步一步這樣子 就是說一次一次把問題解決的那個部分擴大這樣 那那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前面有講過那個land sweep OK 就是你基本上有一條線一直往下 OK 有些時候是有一條線這樣子旋轉 基本上就是你在這個過程中間定義一些事件點 OK 然後你藉由這個pland sweep的概念一直往下拉的時候 把事件點一個一個處理掉 OK 其實pland sweep演算法大概是計算器裡面 應該是蠻特別的一個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到說這樣的演算法 基本上它有一個空間的性質 OK 那這個是第二個比較藏在計算器裡面上面看到的 演算法的技巧 那這一章裡面就會扯到第三個 我們會用到的演算法技巧 叫randonize algorithm OK 就是 中文怎麼講 就是 randonize 中文怎麼講 隨機演算法 就是你的演算法中間一部分是會跟隨機 是一個隨機過程 OK 那 其實randonize 演算法本身 並不會對演算法的內容造成太大的影響 其實randonize 演算法的最重要的一點是 它可以來幫助我們 就是當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就是說 去處理那個平均的那個時間複雜度的時候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randonize 演算法的運用 能夠讓我們證明一些很好的性質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到這些東西 好不好 那就跟前面幾張一樣 我們每一張的開始基本上都會用一個問題來 motivate OK 就是就是說這個怎麼講 就是來 有一個問題來這個 來提供這個研究的動機這樣子 OK 那這一個 這個問題 在這張這個問題是那個casting Casting Casting 這個我們資工的可能接觸到很多 可能是機械系 他們會接觸到比較多這種東西 OK 基本上我們就是 所謂casting就是你有一個模子 OK 那你把一些 譬如說鐵啊 你把它燒到溶掉對不對 然後你把溶掉的鐵 就是膠就灌注到這個模子裡面 然後那兩秒它就會印掉對不對 印掉了以後你可以把這個模子取下來 或者說你可以說把裡面這個印掉的這一塊東西把它拿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成品 對不對 好 我們叫這個mode mode就是模子 OK 這個 我們說 我們在設計一個模子 就是我們來做這個casting Casting就是鑄 鑄鐵那個鑄子 OK 就是基本上我們就是把一些 譬如什麼什麼石膏啊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熱的 把它鑄進一個模子裡面 把它冷到冷掉拿出來 這個過程叫casting 那這個casting 就是說通常都會有一個模子 那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說把 就是說把一個模子 OK 就是說經由一個single translation 就是說一次這樣 按照就會往一個方向直接拿出來 OK 這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對不對 事實上其實沒有想像這麼簡單 OK 事實上沒有想像這麼簡單 我們這邊的那個要求 我們這邊的要求是這樣子 我們的模子 一般的外面的工廠 它的模子可能是 舉個例子來講 它可能是兩片 兜起來是一個模子 對不對 那你等它我們那個 你把東西鑄進去 然後等它那個 那個 就是 溫度下降 等它變硬的時候 你把那兩片模子打開 對不對 那中間東西就可以拿出來 大家看過那怎麼做雞蛋糕嗎 對不對 類似像那樣子 兩片這樣合起來對不對 但我們這邊假設的不是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這邊的假設是說 你的模子基本上是一塊 OK 你這個模子是一塊的 基本上 你不會把它 就剖開成兩半 我們沒有這樣的性質 OK 我們的模子是一塊的 OK 然後把它拿出來這件事情呢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跟你東西的形狀是有關係的 OK 就你看 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考慮像這個 有點像鐵釘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你如果說是這樣子放 你是可以把它拿出來 對不對 從上面拿出來 但是如果說是你這樣子灌 很顯然你是拿不出來的對不對 OK 我們假設說 這個模子 我就要剛剛講說 它不會被破開 OK 那你下面那個頭比較大嘛 那你硬能怎麼拿出來 沒辦法拿出來 對不對 OK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跟東西 你要住的那個東西的形狀 跟你模子的設計是有關聯性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數學 就是說我們要能夠 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能夠預先先去確認說 這可以拿得出來 OK 好 好 那當然 這個問題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去考慮這個 中間這個物體的形狀 這個中間物體的形狀 當然跟這個模子本身是有很相關性 對不對 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模子的形狀 當然就是這個物體的下板 OK 但是這個物體 這個我們不能 如果說我們要考慮這個物體的時候 我們其實通常我們 如果說考慮任何形狀 其實也會有一些 就沒辦法很簡單的去overlay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在前面講那個 我們在做那個 所謂的那個 那個 做 subdivision overlay OK 我們在考慮說 地圖的時候呢 我剛剛有 我那時候跟同學講過說 我們 我們的曲線 譬如說一條路它可能是曲關區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事實上怎麼去模型 就說怎麼去model它 我們是用一些線段來模擬這個 這個一個曲線的那個這個 這個路可能是和對不對 OK 同樣道理 OK 我們這邊呢 我們不是把一個物品 譬如說它有一個任意 別讓它一求 哇 那求就麻煩對不對 我們在計算幾個裡面 我們不喜歡二維空 就是說我們希望一綴 就是它的維度是低維度的 譬如說一維度的 譬如說或者說平面的 OK 線段或者平面 我們喜歡這種東西 我們不喜歡像曲線 我們不喜歡曲面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模型 它這個數學的這個方程式就複雜了 我們去計算 然後做一些計算就複雜得多 所以我們不去做那麼多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的object 我們是把它模型 最後把它model成一個所謂的 三維度的polyhydro 什麼叫polyhydro 就是多面體 多面體 好不好 所以我們模型是 模型成三維度的多面體 我們叫這樣子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object叫p 好不好 那這個p呢 它會founded by planar facet 就是它會有一堆小平面 對不對 那既然是所謂的多面體 它就有很多平面對不對 每一個平面呢 英文是在這邊平面叫 facet F-A-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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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那在這些平面裡面呢 有一個平面我們把它 我們會把它特別的 就是說 指出來 這個平面叫做top facet 就是像這個 這個 這個上面就是我們的top facet 或者說像這個 這是我們的top facet OK 就是上面對著天空的那個 OK 當然你把東西灌進去以後 那個top facet 基本上是一個水平的 對不對 它是跟水平的 它朝上面 OK 為什麼我們把它特別標出來 是因為說 那個top facet 在我們的mode裡面 在我們模子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障礙物的對不對 它不會跟模子連在一起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面是唯一一個 不會跟模子連在一起的面 OK 我們叫那個叫top facet OK 那其他的那個平面 我們叫它regular facet OK 任何其他的平面 我們都叫regular facet OK OK 對不起 不是regular facet ordin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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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t OK 講到這邊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嘛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OK 我們要去想說 我們這個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拿出來喔 OK OK 我們去想想看 這個polyhedral OK 這個polyhedral p can be removed from its mode OK by a translation in direction d OK 在這個d的這個方向 if and only if 這個d 這個d跑掉了 這個d這個方向呢 makes an angle of at least 90 degrees with the outward normal of all ordinary facet 這什麼意思呢 OK 我拿這個圖給大家看 OK 大家看 這個 是不是我們的normal facet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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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你看喔 它的這個 它這個物體 在這一點 它是不是碰到這個 碰到這一點 對不對 碰到這一點 對不對 假使我們移動的方向 是這個方向 移動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你就會發現 我卡住了對不對 我卡住了對不對 卡在這一點上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看 你看這個方 這個 對不起 應該是要看這個 這個模子上面這個面 這個d這個方向 跟模子上這個面的 它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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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這個 這個方向 就是這個 垂直 垂直向量 垂直向量 你看這個d 跟這個垂直向量 它們的角度是多少 一定是 大於 我看 一定是大於90度對不對 對不對 應該是90度到180度之間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想想看 我現在把這個d 我現在這個不動好不好 我現在我把 我改變這個方向 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垂直了 是不是就可以拿出來 對不對 d是移動的方向 是把這一塊東西移動的方向 我如果把d d往上走 是會卡住對不對 對不對 在這一點會卡住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 我把d 轉轉轉轉 轉到這個方向 跟這個 這個 這個角度垂直 是不是剛好就可以 可以這樣子滑出去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低於90度的話 低於90度就這樣子 那當然 當然就會出去嘛 沒有問題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東西 OK 它如果卡住 代表是 這個方向d 在某一個時間 它碰到這一點 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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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這個髮向量 OK 垂直向量 這個面的垂直髮向量 跟這個d 的角度 是在90度跟180度之間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移動這個東西呢 出來的時候會卡住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但是我這樣的敘述 跟這邊敘述其實是反的 其實相反敘述 為什麼 我 這邊我們考慮的是 ordinary basic p OK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它有一個相對應的面 是不是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面是不是它有一個相對應的面 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面 因為我們是模子住在這邊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面 它一定有一個相對應的facing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剛剛講說 你這個 如果角度在0度到90度之間 你是不是可以拿得出來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你去考慮說 這個D跟這個面的法向量去考慮 如果說 這個D跟這個是在0的90度之間的話 那這個D跟這個面的 這個相 這個模子這一面的相對應這個face 在p上面這個face的法向量 是不是應該在90度跟180度之間 對不對 因為如果這個是這個面的法向量 這個面的法向量是在這邊嘛 對不對 剛好是倒過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移出去的話 代表說 你這個角度 D跟這個角度 是不是應該要在90度以上 180度到190度之間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跟你講說 而且這個東西是對所有的平面都要成立 OK 因為你有任何一點卡住 你就沒辦法動 所以呢 你必須要這個D這個方向 makes an angle at least 90 degrees with the outward normal 就是所謂的法向量 OK 所有的這個 它這個p的這個order basic 的那個角度都要在90度跟180度之間 OK 你用這個圖去想想看 如果你會卡住 你會卡住 代表你這個方向跟這個 是在90度到180度之間 但是這個方向其實是這個 它相對於這個面的法向量的顛倒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去考慮 所以它這個90到180度之間 就是代表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是在0到90度之間 對不對 會卡到就是 剛好是這個反序出來 是 less than 90 degrees 對不對 所以不會卡住是 at least 90 degrees 或者大於90度 而且你要對所有的basity OK 好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性質 而且這個性質呢 其實也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如果說呢 你可以經過 經過這樣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其實你一定會有一個方向 直接可以把它拿出來 OK 懂我的意思嗎 譬如說你可以經由D1 在D2 在D3 D4 這樣拿出來 其實你根本不用那麼麻煩 一定有一個方向你可以直接拿出來 你說 欸 老師不會啊 這個感覺起來好像是那個 好像走 走隧道 你可以這樣走過來再走過去這樣 注意喔 我們這不是走隧道 不是走隧道 我們這因為下面的 下面這個旗是完全紙貼的對不對 對不對 它不是說你可以挪來挪去挪來挪去 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OK 如果你可以把它拿出來 一定就只有一個單一方向 直接可以把它拿出來 OK 它的走隧曲不一定為一啦 但重點是在說 如果說你有可以經過 這個方向在這個方向 它一定有一個 直接給你一個方向可以拿出來 那那個方向可能解根 可能不能不止為一個 你可能有好指 就是可能有 就是那個方向可能是一個 一個集合 但是基本上你一用 你直接往那個方向一直拉 就它就出來了 OK 重點是在這裡 好 所以呢 就是說如果說 我們可以把它remove by a series of translations 那我們一定可以 直接用一個方 一個一個single translation 就一個方向就可以拿出來 好 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要怎麼去考慮這個東西呢 我們現在考慮說 就是說如果一個outward normal 就是每一個basic 我們給定一個outward normal 就它的這個髮向量 它是keta x keta y keta z OK 假設這個是它的那個 髮向量的這個值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direction 定義成dx dy 1 dx dy 1 其實就是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個方向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scale 對不對 可以那個 可以把它那個放大或縮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把 就是說scale以後呢 把那個z變成1 這樣比較簡單 OK 那基本上 就是也就是說 我們考慮那個所有這個 就是說這些這些方向 我們就只考慮這樣 像這樣的向量 就是說它從原點到這個 z等於1的這個平面的一個方向 OK 那它可以model基本上所有往上的方向 OK 基本上可以model所有往上方 那你說 為什麼我們只考慮往上方 其實很顯然 OK 我們去想想看 我們今天做模子 你要拿出來對不對 它一定是至少是往上 它會有一個往上的一個分項 分量對不對 它會有一個往上的分量 你不可能有一個東西 做出來以後你往 你這還往下嗎 下面就是底啦 你怎麼可能被它穿過底部拿出來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 拿出來的那個方向一定是 有一個z分量的 OK 有一個z的像 下面 就是那個那個 這個這個方向 OK 好 因為我們如果說 我們把這個這個這個方向寫的 dx dy e 那我們剛剛池原不是有講過嗎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拿出來 代表說我們這個方向 跟這個face 跟這個小平面的法向量 它的角度應該要是 大於90度對不對 大於應該在90度跟180度之間對不對 那怎樣看這個東西 很簡單嘛 就這兩個坐內機啊 你看看 heta x heta y 跟heta z 跟dx dy e OK 這兩個坐內機 這兩個坐內機了以後呢 如果說 它的角度是 在90度跟180度之間的話 這個內機的結果一定是小於美麗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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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內機是不是 就是兩個向量的絕對值 再乘上它的cos d 對不對 那cos θ的那個 在90度跟180度之間是負的 OK 是0到負一之間 所以它結果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寫成一個 這個二元一次方程式對不對 這是一個二元一次方程式 這邊的 這邊heta x heta y 因為heta z 是已知的 好不好 因為我們要做的這個形狀 是預先可以知道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知道 這個法向量的這個值的 那我們不知道的是dx跟dy OK 所以在這裡面你看 heta x dx 加heta y dy 加heta z 小於A0 你看 這裡面它的變數是dx跟dy 其他都是常數 OK 所以它是一個二元一次方程式 OK 那 這是對其中的一個面 對不對 對其中的一個面 那我們要對 所以 其實我們唯一不用考慮的就是 那個top phase top phase不用去管它 其他的這個ordinary phase 每一個都要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方程組 OK 會有一個方程組 OK 二元一次的方程組 OK 所以呢 我們去考慮說 就怎麼樣找到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cast and can be removed 其實呢 就變成說 這個pbm polyhedrum with n-phase 如果我們有n的小平面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 big o n平方的這個時間裡面呢 using這個線性的storage OK 我們可以decide whetherp is casable OK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去想想看說 我們去解 我們去解那個 剛剛講說 你有n個方程式 對不對 你有n個方程式 OK 那你去解它 OK 那你解它的時候呢 它的複雜度是多少 你解一個方程式的複雜度是多少 你解一個方程式的複雜度是多少 大概你的複雜度大概是 是 看你怎麼做 大概是 o 就是說n到on平方 OK 我舉個例子來講說 你現在考慮 就你每一個都是一個不等式嘛 對不對 你每一個都是一個不等式 對不對 OK 我講一個n平方的 比較簡單的做法 你每一個都是不等式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 譬如說你先做一 你先第一條線先進來 OK 你可以直接判斷說 這個方向 這個這個這個 它的這個區域在哪邊對不對 第二條線進來 你可以看到它區域在哪邊對不對 那你可以 你可以做它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它的交集嘛 對不對 再來再來 可能是這邊有一條線 這個 比較直觀的做好 那你現在 你 因為你每加一條線 你是不是要去考慮說 它跟前面幾條線的交點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再加一條線好了 你跟這邊可能會有 1 2 3 你會跟前面三條線 你要去考慮它們的交點 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 1加2加3加4 因為你每一個都要去算 它們會相交嘛 所以加點一點 加到這個n 所以說這個order是 大概是n平方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 那 那事實上呢 其實它還 還會更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考慮說 譬如說這個方向 同樣一個形狀 某個方向 你沒有辦法把它 把它那個 就是說 cassable 不是cassable 但是你可以轉方向嘛 就是我剛剛就講過說 你的top facing 是不是就不用考慮了 對不對 所以你每一個face都可以變成top facing 對不對 你有n個facing 所以你這個n個facing 你可以轉一轉 把它變成top facing 來再俗清考慮這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事實上 你去考慮 舉個例子來講 我就拿這個鋼琴的這個例子 你看 這是同樣的形狀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因子是同樣的形狀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用這個當top facing 這個是用上面這個比較寬的這一面 當top facing 很顯然用寬的這個上面當top facing 是可以解得開來的 可是用這個小的當top facing 是沒辦法解得開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形狀 你還得要去考慮 各個不同的 的這個平面 當top facing的可能性 那你因為你有n個facing 所以不管你是怎麼做 你後面還要再乘上一個n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解不開啊 對不對 這個沒辦法cassable OK 不代表說你不能做嘛 你還有可能再轉一個方向 再用另外一個邊來再試試看 不行再用另外一個邊試試看 你要把n個邊都試過 如果全部都不行 那你才知道啊 怎麼沒辦法做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的時間不代表是 大概是n平方到n三方之間 OK 那 我們可不可以做的更好一點 OK 這邊 這邊 我們考慮的問題是叫做 half plane intersection half plane intersection 如果我們剛剛直接考慮 是在n平方的時間複雜 對不對 n平方時間複雜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做得好一點 我們現在去考慮說 有h1,h2,hn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所謂的 linear constraint OK 線性的這個限制 OK 那每一個其實都是一個半平面 所以它我們才叫把它寫成hi這樣子 OK 因為它是半平面 OK 那這個大h就代表所有這個限制的集合 OK 那 他們每一個conference都是一個 像這個aix加bi y y 小一點si 大概都是這樣的形狀的東西 OK 然後呢 你至少有 ai跟bi兩個 至少有一個不為0 對不對 至少有一個不為0 不可能兩顆0 兩顆0就 就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 因為我們ai bi是拿來幹嘛 ai bi我們原來的那個model 是來做這個 這個東西的嗎 這個 這個 dx dy 不過兩個是 001代表什麼意思 001就是 就是正的這個 直直上去這一條線 對啊 那個是trivial case OK 所以我們考慮就是說 就是ai跟bi 就是說至少一個不為0 所以我們希望說 找到set of all points 所有的 這個 這個 可以滿足這個 所有的n constraint 的 這樣子的點的幾個 那 each constraint is have a plan the result OK 如果說呢 因為這個conference 都是線性的 對不對 都是線性的 所以我如果說 我有一個 我如果一個 比如說我有一個 這個x1 y1 這個滿足所有的 限制 那我如果另外一個點 叫x2 y2 ok 這也滿足所有的限制 那我這兩個 做一個線段 這兩個做一個線段 你會發覺這個線段上面 每一個點 都會滿足那個線次 因為都是線性的 對不對 如果這個滿足 這個滿足 中間的這些點 你用interpolation 那個內插 它一定是 也都滿足這個線子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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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種東西叫什麼 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那時候 原來定義的那個 那個 convex set 對不對 convex set 就是什麼 這個集合 就是這一塊東西 你隨便給兩點 然後你畫一個直線 這整個直線都在這個集合裡面 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怎麼樣定義 那個convex set 這個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convex set的定義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其實呢 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 滿足這些convex set 一個convex set OK 其實 就像說你這邊看 就是這個 相交的這個 這個交集 它大概一定是一個多邊形 就是 一定是一個圖多邊形 如果有解的話 要不然就是一個點 要不然就是一個線段 要不然就是圖多邊形 一個點 主要點 一個單獨一個點 也是convex set 好不好 單獨一個點 一個線段 或者這個圖多邊形 都是convex set OK 要不然就沒解 要不然就沒解 事實上 我們可以把那個 所有的圖類 大概是這樣子 OK 這個是你有有限的一個形狀 你解在那個 你的solution space 在這裡面 OK 另外一個這個是比較特別說 OK它有幾條線平行 所以它的解基本上是在平行的一條帶子上 OK 這個解是在平行的這一條帶子上 OK 這是有可能的嘛 對不對 如果你這幾條線高度平行 然後他們交集在中間的一條帶子上 這是有可能的 好 再來另外一種可能是說 他們的集合 他們的交集剛好是一個 它是unbounded 它就是說它沒有被 它不是一個有限的一個區域 但是它 它基本上有點像是一個外 就是比如說 有點像一個 有點像一個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這邊一種 這邊擴散出來 OK 這樣的一個奇狀 這也是有可能 對不對 這一二三 這都是有解的情況 那四呢 四他們的相交在一點 這還是有解 在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解析合縮到一點上面 那五就是無解的情況 OK 那如果說交集變一個線段 或者那個直線 就有可能譬如說 舉個例子在這樣 這個你可以 如果這兩個重合在一起 變一個直線對不對 對不對 線段 線段的話 像這個 OK 它如果說把它縮起來 這也有可能變成一個線段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那些都是我們所謂的 degenerate case 就是退化的那個 那個情形 那基本上我們這幾種可能性 對不對 到這邊都還好嗎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考慮這個問題 注意 這邊每一個形狀都是 都是complex OK 都是complex 就算是unbounded它還是complex 對不對 你裡面隨便取兩個點 拉一條線 整條線還在這裡面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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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每一個都還是complex OK 好 我們要怎麼樣去考慮 怎麼樣去做這個問題 OK 我們現在想到一個 第一個簡單的做法怎麼樣 我們做 用divine and conquer 大家知道怎麼樣做divine and conquer嗎 OK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堆 這個h裡面有一堆constraint對不對 有一堆constraint 那我們把這constraint分成 如果說它只有一條 只剩下一條 只剩下一條 如果它只有一條 OK 如果carnality 這個carnality h 只是1的話 我們就直接回傳這個半平面 對不對 就直接回傳半平面 OK 那如果呢 要不然的話呢 如果說超過1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h 分成h1跟h2 兩個這個半平面 兩個constraint的集合的大小差不多 OK 大概一樣 OK 然後呢 假使我們有辦法 就是用這個方法 OK 做出來說h1 它的那個 這個intersection的那個結果 跟h2做出來它intersection的結果 假設第一個是做出來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形狀的C 第二個做出來形狀的C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 形狀做交集 OK 那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集合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對不對 OK 所以它的時間複雜度是什麼 它時間複雜度大概是這樣 它時間複雜度是p or n 就是define counter 兩倍的p n3的 加上你的時間複雜度 你要做這個intersection 就是說這個intersection 就是做C1跟C2的交集 C1交集C2 你要花一些八個時間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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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時間就是在這邊 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 對於最後一個 OK 那這個 這個 每一個這個 這個做這個需要t n2 這個需要t n2 我們有兩個t n2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這個C1交集C2 所以需要花的時間 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嘛 對不對 這個分析應該蠻簡單 好 那現在我們問題在做 我們要怎麼樣的做得比較好 這個intersection 這個intersection 我們要怎麼樣做得比較好 那 那 其實呢 你去那個 做intersection呢 你們 我們前面那個 在那個做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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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division overlay 的時候 我們不是 可以做把兩個 形狀 把它 那個 就是說疊起來 然後找交集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說疊起來的 形狀的complexity 是n的話 它的 所需要花的時間 是n log n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如果我們用那樣的方法來做的話 差不多 這個出來的結果呢 這個地方就會是 o n log n 如果我們套那個方法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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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好不好 這個會不會解啊 這個會不會解啊 這個大家有學過那個master theorem嗎 在那個 在那個 資料結構裡面有學master theorem 就直接看這邊的那個啊 order啊 然後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什麼數字啊 直接去看一看就可以解了 那個 這個是資料 資料結構前面幾堂 都會教的東西 點算 點算法應該也會帶到啊 那 如果說 同學不記得 我假設這個是reverbals 好不好 同學自己回去看一下 ok 因為這個東西呢 the degree ok 跟 這個 n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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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等於 這會等於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相差的 基本上是 就是說 很接近 因為 log n 是 它比 n 的 任何 theta 都還小 對不對 所以你會推出來說 若是這樣 其實它的那個 time complexity 看到 method 0 tl n 會等於 n log n 再乘上log n 就是log n的平方 ok 這個同學如果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就不知道怎麼分析的話 我這邊偷來一下 請同學去看一下資料結構好不好 因為這個資料結構其實會有講 ok 它就是單純去看這個order跟這個 跟這個 n的 log 22 這兩個22是怎麼變來的 ok 然後去看說這兩個order的比較 就可以知道說它整個那個 直達度是怎麼分析 好 這個好不好 n long n的平方 它其實還是sup-limian對不對 它是sup-limian 可是我們還是覺得不夠好 因為它有個二在裡面 ok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有沒有辦法做得更好 ok 前面我們講到 第二章 我們去做這兩個 形狀overlay的時候呢 我們有沒有假設說 這兩個形狀是 combex的 沒有吧 其實它可以是任何的 subdivision 對不對 它可以是任何的subdivision 就是它可以是out的 可以是凸的 可以甚至是可以什麼樣子 長得很奇怪 講得也可以 ok 這都是一個overlay 那都是一個transp 都是一個subdivision 那你可以做這些overlay ok 基本上都不用擔心它 那個它會有問題 那 所以那個演算法 它處理的是比較 複雜一點的形狀 ok 處理的是比較複雜一點的形狀 那 在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從c1 那 從這邊的c1 c2 到這邊c 不管我們講的是c1 c2還是c 我們拿到的不管任何一個c 都是combex的形狀 對不對 都是combex形狀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利用這個性質 來把這個演算法設計得更快速呢 ok 所以我們這邊就去討論這點 ok 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說 可以do better ok 我們對像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呢 如果說一個形狀 它是combex的話 你 你 我們這邊的 這邊的 這個重點是說 我們來 我們可以做planet sweep 我們可以做planet sweep 大家去想想看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形狀 它是combex 這個 這個 這個演算法 這個演算法的精神喔 其實apply在任何的 convex的集合的 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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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 ok 其實我們在前面那個 在做那個 y-mortone pieces的時候呢 也用過類似的想法 就是 你現在一條線這樣過去的時候呢 一條線這樣子交過去的時候呢 你只會對一個combex的形狀 你只會交到左邊一條 一點跟右跟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舉個例子來講 你現在這一塊 你考慮這一塊 這一塊 你這條線這樣子 平平平平的這樣子交過去 它只會交左邊一個短點 跟右邊一個短點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這個 這個性質在那個 y-mortone pieces也是存在的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 y-mortone pieces就是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來定義對不對 你這樣一條線交過去 它會是個連續的一個線 一個線段 對不對 或者一個點對不對 那個 定義在y-mortone pieces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combex也是這樣 那既然是這樣子 OK 我們第一點 就像y-mortone pieces一樣 就是說這個技巧 大家要曉得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 boundary of the convex region 分成左邊跟右邊的chains 左邊的chains 跟右邊的chains OK 舉個例子來講 這邊它有頂點嘛 對不對 那頂點 左邊就是左邊的chains 右邊chains在這邊 OK 那 每一個combex set 基本上都可以 可以分成這樣子 OK 不管是bounded或者unbounded 都可以分成兩個不一樣的chains left chain跟right chain OK 然後再來呢 OK 我們去考慮說那個 交道的 就我剛剛講說 對一個convex set 你一條線交過去 你只有左邊跟右邊嘛 所以我們記錄 左邊的交道的那個邊是哪個邊 右邊交道的邊是哪個邊 我們去記得這個 因為我們這邊除了兩個 兩個 因為我們要做那個intersection 兩個convex set的intersect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存兩組左右 OK 一組是這邊像這個 你看 這樣交過去 OK 它會有這個left edge c1 這個是交道的left edge 對不對 左邊的這個edge OK 然後呢 c2的left edge是這一條 對不對 對 這個是c1 這個是c1 然後bunding這個是c1 所以它有個left edge c1 那它有這個 對這個bunding的這一塊的話 它也有個left edge OK 我們叫left edge c2 我們去maintain這個東西 那這個bunding的這個 它這邊有right edge c2 OK 但是對c1來講 這一塊不是沒有限制嗎 就是它是無窮的嘛 這邊是無窮的 所以呢 它的right edge c1呢 是空擠額 它沒有東西 是neo OK 是空擠額 那 empty 或什麼 null poi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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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我們的event point是什麼呢 event point就是每個端點 每個端點 每個端點 從這個 從這個上面一直下來 每個端點 那你說這個 這個y star呢 OK 就是我們要看說 每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convex step 它都有一個最高的這個點點 對不對 我們叫這個叫y star 那我開始呢 是 是這個 如果是unbounded region 它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這個上面 這個是它的y star 那如果說那個 是unbounded 然後它剛好 sum 是unbounded 最高的是unbounded 那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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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inite in the top is unbounded OK 那我們要做planetript 我們怎麼開始呢 就是簡單講說 我們選 最高的 這個有一個最高點 另外那個 C1有一個最高點 C2有一個最高點 對不對 我們開始planetript的時候 我們從這兩個最高點的 比較小的那個開始 開始做scan 因為我們要找交集 對不對 找交集 一定是兩個 都要碰到 所以你從 不用從那個 那個 那個最高的那個開始 從這兩個 最比較矮的那個開始就好 OK 好 那 那這邊 我們這邊為什麼叫 event point 是top of segments 其實你看 我們每一個segment 如果我們都去考慮top 是不是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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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端點都考慮到了 其實如果是考慮top segment 你 你 你下面 你這個segment的端點 它有top segment 它有button segment 就是你下面那個 那個segment的top和那個segment 對不對 就是你的這個 這個 你這個segment的 有個top top 它的button 就是下一個segment的top 所以你兩個東西都會考慮到 OK 這邊要大概解釋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做呢 OK 我們就基本上 一個點一個點這樣子 這個event point 一個event point一直下來 那我們要考慮的是下面這樣東西 OK 這個東西 這每一個 你不能把這個東西當做 case1 case2 case3 不是這樣子 它基本上有主要有三個case OK 但是這三個case 我們都要按照順序考慮 OK 都要按照順序考慮 OK 第一個 這邊是我們考慮這個p 是upper endpoint 這個in point of a left boundary OK 它這個left boundary 這個是我們的left boundary OK 那如果說呢 我們先去看說這個 這邊是 假使這個p是 這是p 所以它是left嘛 它是左邊的那個boundary 所以這邊是它的區域 OK 這邊是它的區域 所以當我們考慮這個event point的時候呢 你看 它下面有這幾個這個 這個情形 第一個p lies in between left edge c2 and right edge c2 OK p是不是在這兩個之間 這是 這個是 這是 這是 left 這是left c1 這個是 這個是 left c2 跟right c2 如果這個p是在這兩個之間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是不是交集對不對 因為這個 這一塊 這一塊是它 是c2嘛 那這個c2跟這一塊 是不是交在這一塊 對不對 對不對 了解嗎 OK 是不是交在這一塊 OK 好 先考慮說它的交集在哪邊 再來還有 還沒結束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這個 這個1 2 3 不是說1滿足2還是3就不看 不是 1滿足2你要看 它是怎麼樣 3是怎麼樣 OK 都要看 1 intercepts right edge c2 就是說 1 如果intercepts right edge 如果它跟這個相交 舉個例子來講 這條線 它是這樣子 我這個edge跟它相交 OK 這有可能 所以那這樣它的交集就是這一塊 對不對 交集就是這一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到這邊就結束了 對不對 這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這是一種可能性 OK OK 就是 right left right OK 好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 這個 這個情形就是我那邊 右邊那個 第二個情形 這個 就是 我怎麼知道 就是右邊的那個圖 右下邊那個圖 對不對 這另外一個可能性是這樣子的 你這個p呢 其實在這邊 那你相交的地方呢 其實是 我看 你的這個right edge呢 是在這邊 OK 就是像這樣子 注意到 依滿足的話 如果 如果 1滿足的話 這個有可能會滿足 對不對 這個可能也會滿足 就像我剛剛畫這個 這個東西 1滿足的時候 這個有可能是這個 但是 1如果做是這個情形 2有這個情形的話呢 1不會滿足 這個p不會在這個left跟right之間 對不對 這邊就其實right嘛 OK 所以p不會在 不會在left left應該更左邊對不對 c2的left應該更左邊 所以p不會在c2的left 左跟右之間 不會 因為它已經在c2的右邊 更右邊了 對不對 所以它不會滿足第一條 但是呢 我剛剛已經講過 你每一個都要走過 所以也有可能是這樣的情形 這樣情形的話就是說 你這一點 他們相交的這一點 就變成那個交集的開始的地方 就是它交集開始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相交的那一點就是 交集開始的地方 另外就是 他們相交的也是交集的解鎖 因為他們 這個 這個就是 這邊是它交集開始的地方 然後再來 在 在1 有沒有intersect left hc2 OK 那 基於類似的理由 OK 一種可能性是 OK 你這個left 你跑到這邊來 OK 那 那這樣子的話 這是left 這是right 所以這一點 就會是你那個 你那個交集的那個 怎麼講 就是 就是 這邊會被棒子住到這邊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這邊會變一個 你那個交集的時候 那個一個一個 你的交集的那個 那個 那個形狀的一個 一個頂點 對不對 你要把這個頂點 記錄起來 然後把它 把它輸出入去 OK 要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把它輸出入去 OK 然後呢 這是一種情形 另外一種情形是 就是說 p原來就不在這兩個之間 p是在左邊的左邊 這是left c2 另外這是p 就是p原來我們剛剛講 是在left c1 這是left c1 這是left c1 這是left c1 c1 那你看 這邊說 那個 原來他們交集 這邊應該也是交集 這個點也是變成一個 怎麼講 就是 intersection的一個轉折點 對不對 但是這邊的話 是 原來是這邊 OK 然後到這邊轉折 現在是變成這邊 到這邊轉折 OK 所以你這邊也是要 record說這個是 那個 intersection的一個轉折 OK 然後再繼續走 下一個 dipend point 再繼續走下一個 dipend point 注意 這個情形 OK 那這就是這三個情形 那這三個情形呢 是對 如果p是 是upper end point of a left boundary 對不對 我們同樣要考慮 upper end point 這個 of a right boundary OK 然後也要考慮說 upper end point of 怎麼講 就是說 這個這個這個 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 這邊是說我們p是在c1裡面 對不對 還要考慮p是c2上面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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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Upper end point of a right boundary 然後p是 Upper end point Upper end point of a right boundary for c2 每一個都要去做 這個三個檢查就對了 知道看你那個 event point 是哪一種 OK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分成兩個cham 對不對 那每一個 就是說 這個 我們分了以後呢 我們就知道 這個每一個 event point 是哪一種點 對不對 要不然是 upper end point of a left boundary c1 要不然是 upper end point of a right boundary c1 要不然是 upper end point of a left boundary c2 要不然是 upper end point or right boundary c2 對不對 那不管是這四種 哪一種 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 跟這個 都有點類似 對不對 你要去做這些檢查 那這些檢查 比如說他這些檢查很複雜 但是事實上這些檢查 花的時間都是常數的時間 對不對 雖然說比較複雜 但是他花的時間都是 都是constant time OK 那我們只會處理那個 從上面的路這樣子交下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只處理他那個 就是大約是n個 所謂的vertex 所以基本上 每一個case only need bigO1 to handle 所以intersection convex widget can be computed 就是線性的實力就可以做完了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呢 從nlog 變成n的話呢 如果這邊變成n 那你還是想tn等於2tn除以2 加上一個線性的時間 這個東西你的tln呢 就會變成nlogn 那只能把幣的畫面寫得太好看 pico1 寫得太好看 寫得大一點 OK 所以這個common intersection of a set of n half-planes in a plane can be computed in big O n-law of n-time with linear storage 用這個Define Tunker的做法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結果 那當然這個是對某一個 你拿某一個面當作top來考慮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考慮n個面 你到時候這還要乘上n 所以事實上整個的那個時間複雜度大概是 big O n-square log n 就是你要去處理說 這個一個 object 是不是castable 你要能夠完全回答這個問題 它的時間複雜度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但是比n cube好 好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好不好 ok 這個是前面一半的 後面還有東西要講 ok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對呀 感謝大家這麼同場 我本來想今天 剛剛跟助教在討論說 我本來以為班上會只是要我跟他這樣 對 因為前一天就幫我們夾了這樣 所以這個現在好了嗎 這個現在好了嗎 這個現在好了嗎 我本來講了 我們會不斷的 一起去看看 這裡的一天 這個就是好夾 就是在這裡的一天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